坦位台灣主權 支持政府立場 民進黨雙倍市議員串聯 道地檢署告發前國民黨主席洪秀柱 因為前一天洪秀柱針對大陸傳翻覆事件 在臉書說 綠營政客為了鞏固權威 要操美要人家港 不斷對大陸做出挑釁舉動 害人民成了蓋頭門 拒絕像這樣子配合中國 在地協力的認知作戰不斷的發生 要洪秀柱道歉 但洪秀柱再發聲明反擊 同比海委會隱蔽真相還帶風向 擺明就是將帥無能累死三軍 更酸綠營官員 不要為了討好準總統賴清德 做一些意識形態的事 驚嚇海域衝突也成立院焦點 海巡同仁在執法的時候 知道自己也是在博命 所以跟委員報告 絕對不可能說 我們的船比他小的情況下 我們的同仁會想要去撞這艘船 海巡不會挑釁 強調海巡不會主動去招惹對岸 反倒是大陸頻頻親門踏戶 有一艘是進來禁止水域 有四艘是進來限制水域 進來的時間不長好 那媒體也有分析 這是中國企圖把釣魚台的模式 帶到今夏水域 不期望有任何作戰這種狀況發生 我想那個避戰是避免戰爭 不是避開 他如果好像一知如何的話 那我們戰備規定有很清楚的一個規定 但我不期望發生這種事情 強調該做的不會沒動作 隨著對岸頻頻踩我紅線 怎麼捍衛主權卻又不提高對立 成了政府頭痛的難題 TVB 新聞前線為劉力雄偉加協森區小組 台北裁縫報導 觀眾朋友們午安 感謝你準時收看新聞大白話 我是主持人翟軒 馬上來歡迎一下這個階段 加入我們討論來賓 公園市鄭村奇 大家好 台北市議員尤淑惠 大午安 資深媒體人尚一夫 好 好 繼續來關注一下 現在目前在今夏這一邊的 最新的狀況 昨天這個大陸的海警 發布了一段影片 還用這個中文跟閩南語 來對台灣喊話 我們來聽聽 高警長 發見局勢PC-1-2-3-1團 方位3-2-4 距離55鏈 防校動勢單 防速8點 PC-1-2-3-1 我是中國海警 兩鳥東兩艦 請通報你船的出發港戶基港 來持海域的目的 PC-1-2-3-1 我是東方海警 22年2 請通報你船的出發港 目的港 通報接海域的目的 好 除了影片之外 其實我們也看 中國海警昨天下午的時候 發布福建的海警 在當日組織艦艇編隊 在金門附近的海域 展開執法巡查 這是來自他們的截圖 大陸的農業農村部 隨後也宣布 要維護夏京海域的漁業生產秩序 所以福建省的海洋 跟漁業執法的總隊 會吊派兩艘漁政執法船艇 來開始展開漁業執法 我們來看 還有這樣的一個截圖 是中國大陸的海警船 2203 還有14608 以及14513 在我們靜置海域縣 隔著 相隔著 還有我們的海巡船 這PP3573號跟PP3577號 感覺好像就這樣子 隔著這條線對峙著 所以現在看起來 的確每天每天 這個狀況都有一些更新 或者是又讓 這雙方的緊張的這種態勢 更加的加溫 所以我們看一下 這一次福建的編隊 他們其實是 飛彈護衛船退役改裝的 這是來自 中國海警的官方微博公眾號 他們發布了三張照片 其中我們剛剛講的2202 就是剛剛影片當中的2202 它其實它的排水量是 2250噸級的 原本是東海艦隊的 飛彈護衛艦 這個淮南艦 它所屬的這個護衛艦八大隊 在2015年退役之後改編 變成了編入海警艦隊 另一張照片也可以看得出來 大陸的海警人員 緊盯著前方的一艘小艇 那疑似就是我們海巡艦艇 那背後也可以看出 就是遠遠的 有看到這個金門的輪廓 所以他們這個大陸 也不斷透過這個微博的 他們的官方帳號 或者是一些微信公眾號 在發布一些 就是跟我們的海巡交鋒的一些 畫面照片 甚至是像這樣子的 對峙的這種定位圖 那再來我們看看 現在管碧玲 好像似乎想要咬死說 這件事情跟他無關 責任不在他 是中國大陸的錯 好像都要這樣子來甩鍋 他講說網路上面 這個line群組 這兩天大家可能 也因為我們台灣新聞的報導 才看到這樣的一個截圖 說真有這麼一回事嗎 他們說現在找到源頭了 源頭是來自於 一個叫做留言網的網站 他說這是海外的中文論壇 我們來看看那個留言網 到底是怎麼樣子 因為我們也尋線去查詢一下 留言網點進去之後 就這樣子密密碼 密密碼全部都是簡體字 一般我們台灣 其實不太會上這樣子的網站 也不知道怎麼會 就是我們自己的這種海委會 就會去上到這樣子的網站 然後就說 這個在刻意認知作戰 要抹黑他 要講說管碧玲是幕後的黑手 所以這讓我們也覺得很奇怪 就是常常我們都會看到那種 我們不會那麼常接觸到的訊息 然後結果我們的官方 就會看到這些訊息 我們再看回剛剛那一張 因為他旁邊有講 這個留言網的網站 可以到剛剛那一張嗎 留言網的網站 其實雖然我們看起來都簡體字 但是知情人士講說 他其實中國大陸的用戶 是沒有辦法登錄的 所以他說這個網站 就是張貼一些 來自於大陸的新聞報導 然後海外華人 是接受新聞的主要管道 那也就很奇怪 那怎麼會又 就是大陸的網友 竟然也看不到的話 怎麼還會透過這個 來認知作戰 所以感覺起來 就是很多疑問跟疑點 我們緊接著來看一下 現在 這對比一下 他們這個知情人士有講說 我們看到這個截圖裡面 他們的判斷的點就是 因為對話裡面 參雜著監管跟監決 這個叫做中國用語 他說這樣子的帳號 通常是慣用簡體字的帳號 所以應該是中國大陸的網友 試圖來捏造 管貝利跟段儀康的私密對話 其實我們也覺得 這兩個詞怎麼就變成了 中國用語 你看看之前行政院也在講說 我們要建立個人的資料保護 聯繫系統 督促各機關 落實監管責任 不也是監管嗎 蔡英文也之前講過 台灣不願與中國永久對立 堅決捍衛自由的生活方式 不也是堅決嗎 那這難道就變成了中國用語嗎 還是說為了要甩鍋的時候 通通就是這些詞 隨便抓兩個詞 我們就把它認定為 這叫做中國用語 所以現在感覺常常東西 理都說不通 邏輯都說不通 那我們來看 這事情感覺似成相似 在2022年9月的時候 當時也有網傳說 什麼總統生日宴 蔡賴打架這樣子的一個網路訊息 我們一般人也都沒有聽到這個訊息 但是我們蔡政府 他們都會從一個很旁門左道 或者很冷門的地方 就找到一些訊息說 這是來自於中國大陸的打壓 所以這套路好像很常見 我們也打電話去問了一下 問國安局說 請問報載國安單位發現 管閉林PO文截圖是竄改而來 用詞並非是台灣用語 也就是我們剛剛講的監管跟堅決 那是不是就代表說破案 那你們何時要開破案記者會 剛剛國安局是趕快跟我們講說 那個國安單位應該不是我們國安局 我們也不知道是誰講的 所以現在又變成一個羅生門了 再來我們看看 這個巧欣PO出來一段截圖 巧欣說這個LINE對話截圖 管閉林來看看是不是假的 那對話截圖是講什麼呢 他說管閉林在第九屆立院黨團成員的LINE群組裡面 指出海上的三無船破 陸地上就是沒有駕照開車的這樣子的一個 沒有車牌的車 那請大家幫忙協助說明這樣子的內容 他說難道這張LINE對話截圖也是假的嗎 你明明就是要找大家趕緊來幫你說說話 你看看這個管閉林的圖 然後他就說這就是無兆的車 所以航路安全 漁民權益 海上安全治安都是有高風險 另一個角度還有這個縮帖 就是說請大家幫忙用這樣的話術來講 另一個角度是因此 兩岸都是重點取締的對象 也是中國嚴打的資訊 他們自己抓到三無船 也是要拆解這些違法的船隻的 那沒有在只有驅逐的 透過這樣的一個資訊科普 來替他說說話那種感覺 但是現在到底這事真是假 不曉得 但是這個巧欣也是呼籲管閉林 來說說這個LINE截圖 到底是不是假的咧 那再來我們看一下 現在陸方對於這個海巡的處理 當然是不太滿意 他們講說人家都已經熄火了 為什麼你還要衝裝 他們提出了非常多的疑點 每一句的指控 真的都打在我們的痛點 或者是疑問點上面 第一個就是船就已經熄火了 為什麼海巡還要撞 熄火這一點 海巡是提都沒有提 再來海巡是不是只想要賠錢 息事寧人 那這個大陸想要看看漁船 海巡只准家屬看 還不准拍照 那為什麼不准專業人士看 再來就是陸方的家屬 想要跟生還者碰面 這他點出來 我們才發現這件事情 就是有兩位生還者 不是返回中國大陸了嗎 那死者的家屬也跑來了 結果他們是錯開時間的 他說海巡自作主張 把這個生還者送回的時間 是提前的 是不是就怕雙方對到話 或者是說有掌握到更多訊息 這也是大陸提出來一個疑點 還有家屬要真相 為什麼海巡硬要辦法會 堅持要同意火化 為什麼呢 為什麼他們現在沒有辦法 帶著完整的人離開呢 所以他們就說關鍵時刻的錄影 全部都漏掉 實在是很難以相信 那這些疑點真的 還是有待說明清楚 那我們來先問一下鄭老師 鄭老師怎麼看 剛剛這個大陸的海警 有發了一個新的這樣的影片 現在就越搞越大了 這件事很可能就是一個意外 一個不幸 如果這樣出來就是 善了善待好好的善後 不就結了 如果是我們這邊執法有點過當 甚至有點是這個惡意的執法 那就查清楚該還人家公道 該懲治這邊 該道歉就道歉就解決了 為什麼會弄成這樣子 那你管碧琳開始在講說 有誰在帶風向 有誰在製造認知作戰 好像大陸有人反傳 各種各樣 你是在說什麼 是大陸想要把這個事情升高 透過各種各樣的手段 然後來不斷的製造各種糾紛 讓事情不能夠善了 不是你不想善了 是對方不想善了 你現在製造這樣的東西 能夠有說服力嗎 你整個事情正本清源 你管碧琳 你把源頭管好 源頭是這個事情的真相是什麼 你把它弄出來 交代清楚不就結了嗎 我現在看到一種說法說 現在已經進入司法程序 所以沒辦法道歉 因為現在好像出面談到 撫慰可以 撫慰可以 但不能道歉 不能所謂的賠償 涉及到法律問題 要等司法 我是完全不能接受這個事情了 如果雙方各執一詞 你說還要找司法 更何況你是台灣的 檢調司法單位 你真正出來 對方要相不相信 更何況是什麼 你現在海巡署 自己要不要講清楚 你們到底有沒有執法過當 如果你們承認 你們是撫翻別人 你們是執法過當 那對方得到這個答案 那雙方就趕快面對這個結果 然後趕快善後妥結 這還需要一定交給司法 讓那個做藉口 你們這個就沒有誠意 就算將來如果改成賠償 要法律存息 那是以後的事情 如果現在大家正向有公事 那就好好的處理就是 你不往這邊正路走 你應該 你到現在有沒有被下面欺瞞 還是下面欺瞞你 你也加著加碼說法 就是為了製造政治糾端 或者要不要此要這個面子 你這樣一個政務官 你把一個小事搞成大事 現在有人講說 已經是割地賠款 我看割地賠款還是已經 還算小事 現在是商權站 可能是入國 上什麼權 大陸那個 現在不只海警 我看他們還有一個叫什麼 農業農村部的 福建的那個漁業單位 派駐他們的漁勝船 兩管齊下 他們不管不只管這個 海峽這個部分 漁權也出來了 所以為什麼講商權 本來兩岸就是互相不承認主權 但是互相不否認治權 你現在治權已經被人家反切 一步一步就要弄下來 你這個損失到底有多大 你知道嗎 你還在凹什麼凹 所以我說這樣一個處理的方式 你對於很快 我說人家那個家屬怎麼講 為什麼不讓他們接觸 那兩位生還 因為那兩個生還 有講述說次有碰撞 我們這邊一直說沒有 我跟你講 如果這兩個生還的漁船的 回去講說有碰撞 你可以講說 回到國家都亂講或者被迫 那我問你 他們在台灣 我們是怎麼偵訊他們 他們在台灣面對我們的檢調 跟我們這邊的海巡 他們講的是什麼 如果人家講了一次 是有碰撞 那你們海巡族一開始就是說 沒有 是蛇行 刺行翻覆 從頭到尾就是因為你們的信用 你們基本上 幾乎可以斷定是說謊 那你為什麼要說謊 所以那說謊不至正本清源 還想把事態擴大 還想轉移焦點 形成他們被破壞 好像對方很不講理 這一次你放到國際上去 中國大陸官方已經非常非常的克制 老闆他們的人民家族受害 已經悲痛萬分 就是要有個真相 台灣這邊的蠻憨霸道 然後再動用這些綠人輿論 想要翻轉事實 天下是都自你在掌握是不是 是非黑夜白都以為你要定調 管閉靈 我再一句跟你講 管好源頭 說清真相 面對事實 不要再製造什麼 他是烽火中的白野白荷 不要來錯 聽得都噁心 都覺得你實在把我們當傻瓜是不是 好 來 溫淑慧 我想不管路方是示威 或是得理不饒人 或者是找茬 那為什麼現在民進黨政府 異常的低調跟溫和 包括說管碧林三文 然後包括說有人 就網路上傳說 他跟這個段儀剛很強硬的說法 馬上說沒有 這個是假照的 我們沒有 其實他就是現在很怕再繼續火上加油 那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有一點理虧 坦白說 所以現在面對路方的所有 包括之前的登船檢查也好 或者現在的漁船 漁權管理 或者是他們的海警 做的這些動作也好 民進黨政府都只能鼻子摸一摸認了 路方這次大陸的漁工家屬問了幾個問題 其實其中第一個 第一個問題我覺得海巡署必須要 非常嚴正的回答 他問了說漁船已經熄火了 為什麼還要撞 這個又是一個新的事實 因為我們之前所認知的 從一開始說沒有 對方是蛇刑 然後自己翻覆 包括不是只有海巡署 對我們這樣講 鄭文燦 行政院副院長 對外也是這樣講 說是來自於自身高速 他講得這麼肯定 他們的自身高速所造成的 好啦到最後許曉昕他那天揭露的 大家都只去焦點在空白的30分鐘 但是空白30分鐘裡面有兩段話 海巡署的內部報告 被隱匿的兩段話 其中有一句是最重要的 碰撞導致翻覆 這是第二階段 那現在是更嚴重的指控是 他們已經熄火 也就是停下來了 我們還去撞 那這個就變得有點故意了 如果說在追逐過程不慎碰撞 導致翻覆 這都已經是執法過失 殺人的問題了 那如果你現在知道他熄火 那你還去碰撞 那從過失就變成是故意的問題 所以他們的指控是一波一波的來 那民進黨你平常這麼喜歡挑釁 這麼喜歡說捍衛台灣的尊嚴 這時候你應該要一步一步的接招 可是不是啊 這一些該負責的該講話 現在都變得很低調 然後讓第一線的這一些 不管是海巡署的人 自己去處理自己去談判 可是問題是 你管碧玲之前講的那一些話 你這些政府官員之前講的那些話 說人家是自己翻覆的 那你現在怎麼收尾呢 他這裡面提出的四點 提出的四點 就我們自己台灣聽起來 都算是合行合理 第一個有沒有熄火來還去撞 第二個 為什麼看漁船不能拍照呢 兩個車碰撞 兩方都有權採證 兩方都有權拍照回去做這個 事故的見識 為什麼我們不行呢 然後再來就是 為什麼不能跟生還者碰面呢 你海巡署都要解釋為什麼 還有為什麼要家屬火化 家屬要怎麼處理遺體 那是家屬的權利 我們海巡署什麼時候跑去 不管是警察都會攻家 什麼時候去管道人家 遺體要怎麼樣處理呢 所以這一些如果陸方的指控 都是屬實的話 那我們確實有很多 數不清的疑點 這幾年民進黨很喜歡告訴我們 認知作戰跟假消息 可是到頭來我們都發現 對我們認知作戰的不是陸方 而是民進黨 對我們釋放假消息的 也都是民進黨 所有的東西他都說是假消息 羅志正的錄音他也說是假消息 羅志正的動作片 他也說是假消息 真真假假之間 我覺得摺商的都是台灣民眾 對於我們政府 還有對我們執政黨的信任 所以如果管閉林用無罩駕駛來批評 難道以後我們看到無罩駕駛的人 警方就可以把他給撞死嗎 這就是一個執法過當的一個討論 怎麼會還要用這樣子來推脫呢 我們來問一下上工 其實一件事其實你回到22號 第三他們的第9巡邦隊裡面的 副隊長陳建文他就說了 他說是因為大陸的船隻向右轉 尾巴去撞到的我們海巡艦 翻覆 到底有沒有熄火這一個爭議 因為就說一句話 當初就是沒有錄影帶 你現在變成各說各話 你要相信哪一邊的說法 現階段的最大問題就是 你一開始就沒有把事情說清楚 我覺得就事論事的話 我只想知道當初海巡署的報告 打給海委會 海委會管主委你的回覆 到底是什麼 你身為一個海委會的主委 海巡的上級督導單位 我只問一件事 海巡署上來的報告 跟你有沒有進行行政調查 你總該行政調查吧 檢察官是司法調查 那你行政調查到底有沒有做 行政調查的內容到底是什麼 到今天為止都沒有公佈 都沒有公佈 行政調查的結果沒有公佈 我們現在還在等司法的 全部的內容 問題出在你沒有錄影的時候 各說各話 你能說大陸的家屬說的一定對 還是你管碧琳現在說的一定對 但我只想講一件事 你不要讓四個 那四個海上執行公務的人 變成所有事情都要被黑鍋 如果他們第一時間的報告 都有講清楚的話 而你們在那邊 隱隱會會的時候 導致於事件鬧鬧這樣 那誰該負最大的責任 不要把那個責任推給最基準 因為你們上來的東西 所以我說 管碧琳身為海委會的主委的時候 你對重大的事情 你本來就應該開記者會 或是向全國人民說清楚 現在不是市政分散 要靠檢察官還原 你推給司法調查 但是我今天只想問了 你至少把行政調查 拿給我們看 你們的負責任態度是什麼 到今天為止 看不到海委會行政調查裡面的 那個負責任的態度 所以我覺得這件事情 到至於各說各話的時候 你海委會跟政府 第一時間沒有去做實話 就全部釐清 才會衍生到這麼複雜的問題 政府要負責任 已經過了12天了 這件事情還在那邊 不清不楚的 不願意公開更多的真相 我們先休息一下 廣告之後馬上回來 好 中國大陸漁船翻覆的事件 現在看起來談判連續觸礁 最新消息是今天下午最新的談判 到現在雙方還是不歡而散 我們來看看現在的形勢是什麼 對岸的海警船 海監船都陸陸續續有過來執法 而今天早上大家來看看這個航機圖 這是今天早上我們記錄下來的航機圖 包括陸海警 2103艦 2202艦 2203艦 以及海監艦等等 都在我們金門的海域進行所謂的執法巡查 那當然我方也都在密切關注中 不只是這樣子 我們也可以看到對岸透過媒體 包括中央電視台 釋放一連串的影像跟畫面 很明顯的認知作戰 告訴我們說 我們的中國海警在看著你們 台灣的這個海巡署的快艇 在眼前這樣過去 所以像這樣子兩岸對峙的情況 到底還要多久 一般金門的老百姓其實蠻害怕的 其實蠻緊張的 因為跟他們的生計都有關聯 都受到了影響 來看看這一張圖 這也是對岸釋放的圖 畫面值得萬位 這是他們自己下的註解 這是來自大陸中央電視台說 你看我們的我們的這個軍艦在這兒 台灣的軍艦在那兒 過去那邊是這個金門的島嶼 所以這個是央視旗下的新媒體 他釋放出這樣子的圖片 並且發文說 福建海警艦艇跟同框 跟他們同框的就是金門島和台艇 就是我們台灣的這個海巡署的艦的這個快艇 說這個畫面值得萬位 那很明顯的他應該是用空拍機拍的 或者是直升機 我不曉得 反正就是從高處往下拍 中國大陸到底是在市警什麼呢 還是在釋放什麼樣的消息呢 那我們又怎麼樣來接招呢 我們看到包括中共的飛彈護衛艦退役改裝的 所謂的編隊的海警船都出現了 過去他是飛彈護衛艦因為退役了 所以把他改裝 那金門人我剛剛講過也在抱怨 他說你陸委會到底怎麼處理事情的 小事搞成大事 你硬生生把小事搞成大事難以收場 還可能讓全民買單 為什麼 因為還有撫慰金有可能 這個所謂的撫慰金要發出去 甚至會不會還有賠償金 那不就是全民買單呢 今天下午第八次協商已經破局了 第七次破局之後最新進度也破局了 八次協商都談不龍 據說卡在對岸要我們道歉 可是我們的執法人員說我們沒有錯 你沒有錯我們又拿不出證據出來 所以其實是蠻遺憾的 而我們看到國民黨的副主席夏立妍 今天启程訪問中國大陸 他在機場告訴記者說 他對金門翻船意外致哀 該給人家的公道就應該給 不過他也強調這一次 他是去跟台胞拜年 此心沒有計劃兼中國的官員 可是如果中方安排也會客隨主便 他最大的盼望是兩岸不要讓敵意螺旋上升 我們再來看看包括陸委會的反應是什麼 陸委會說建議夏立妍要向中國大陸強調 這個案子已經進入了司法程序 希望中國大陸尊重台灣的司法體制 在九州還有沖繩舉行演習 演練的項目包括登陸還有地面作戰等 兩棲作戰所需要的戰術 那劍指中國嗎 看起來是肯定的 而另外我剛剛提到了AI 這個是美國太平洋艦隊司令帕帕羅說的 他說要怎麼樣鑑定或怎麼樣確認 這個中國大陸軍演或是入侵 他必須要判別嘛 他說如果無法判別的話 可能會靠AI科技來幫上忙 當美軍沒有辦法再透過敵人部署 來推倒對方的意圖 無法判斷就需要資料和計算能力 所以萬一中共決定動武的時候 他們會透過可能會透過AI來判讀 然後回應準備好保台的要求 這是來自於最新的兩岸的軍武的相關訊息 先請教亮哥 亮哥你看看金門事件 現在是到了收尾階段嗎 可是兩邊的談判一直破 一直破 沒有共識 我中國大陸那邊的訴求 就像陳育甄講的 真相 究責 道歉 賠償 事實上後面那三相 包括究責 道歉 賠償 都跟真相有關 如果真相海巡署沒錯 當然就不用道歉 對不對 那問題是真相如何 能夠把它還原出來 我們2月20號金門檢察官 他還原真相的方法是約談 這個沒有物證當然人家不相信 所以現在就變成是物證的鑑定 物證的鑑定 台灣就大陸要相信我們這邊的司法調查 比如說遺體的解剖 比如說船隻的碰撞分析 然後雷達航機圖的辨識 然後甚至比如說什麼槍隻 要不要拿來驗一下等等 問題是大陸現在已經完全不信任你了 所以怎麼辦 所以大陸第一個訴求是說 遺體跟船隻 可不可以讓他們帶回去 帶回去 我們這邊當然拒絕 他講的當然是大陸的 那兩個人的遺體 還有大陸的漁船 他們可不可以帶回去 我們這邊就反對 事實上這個東西只有一個方法 要取信於大眾 就是我們上次台中那塊肉 後來不是台中市的食品單位 衛生局跟中央食藥署一起驗嗎 我覺得只能用這一招了 就邀請他們的執法人員過來一起 一起來 做任何物證的鑑定 對 只有這一招要辦你怎麼辦 就是驗屍的時候請他們的醫 法醫 法醫也參加 船隻的碰撞的分析也請人家來看 全程參與 是 不然你如何取信於人 現在的問題就在於真相怎麼弄 因為他不信任你 所以就一直破局 我們這邊事實上要的東西 事實上我的感覺 我們這邊就是要保住治權 這個治權比如說你剛剛講說 尊重台灣的司法 對 這個就是治權的展現 你可以看 他們那天不是派人來 然後把那兩個生還者帶走 他不是叫你寫遣返文件嗎 結果對方拒簽 他沒有簽 遣返文件也是凸顯管轄權 然後我們現在在跟他這樣說 他指責我們說你是不是執法過當 我們這邊說你要先承認 你是非法介入 非法越境 他現在也不會承認你 他有非法越境 他說沒有什麼越境的事情 沒有管制線 對 沒有管制線 所以現在這裡你就是為什麼 都沒有辦法搞定 因為我們這邊就希望能夠把這個 我們這邊對京下海域的執法線 然後可以透過這次的談判得到突顯 所以你看陸委會2月18號的新聞稿 第一句話就是兩岸互不隸屬 事實上你就知道他的基調了 所以後來就要求落實在 你要承認你是非法侵入 要寫遣返文件 尊重台灣的司法 就展現在這個部分 據我了解 陸委會現在的策略非常簡單 就是我已經交誤司法了 所以我行政系統不再發言 請你尊重我們的司法 他陸委會也很巧妙的 把那兩個生還者給送回去了 因為那兩個生還者如果沒有送走 搞不好中國大陸就會用海警 來逼你交人 現在也沒有那個矛盾點 就是人也離開了 我們這邊現在就變成是 你要逼我 我們再試做司法調查 你逼我沒有用 我們再做司法調查 所以現在只能夠就 這個司法調查如何取信於兩岸 來設計一些方法 所以我認為真的就只有 你就讓兩岸的人同時參與 只可能這樣 不然我真的難以想像 這個司法判決如何讓兩岸共同接受 所以很難收尾 不過前天 我們已經讓對岸的家屬代表 以及大陸包括紅十字會 以及台辦的人員 一起到那兩艘碰撞的快艇去搜證了 30分鐘 我們也可以看到對岸的人 這些人員他們拍照 他們丈量 然後30分鐘之後請他們離開 現在的進度是在這裡 來請教兵哥怎麼看 我覺得現在這個問題會越來越麻煩 因為就是兩岸之間協商不起來 協商不起來是很正常的 因為以雙方拉的基調 我看是根本就沒有辦法談 因為對方的要求很明確 就是要釐清真相 認錯道歉 問題是我們怎麼可能會認錯道歉 現在民進黨一直拉的基調 就是說我們都沒有錯 就是這樣子 可是你又無法證明你沒有錯 就是你要證明自己沒有錯 誰叫你當初不錄影 因為你要告訴我你沒錄影 現在怎麼去證明這一點 沒有辦法證明 所以一定就是各說各話 各說各話 人家現在就開始行動了 就開始派海警船來 大家看這2103 2202 2203 看起來好像沒什麼 三艘船而已 他21就是1000噸 22就是2000噸 請問一下 你看這張圖的對比就知道 因為我們在金門海巡的 主力是100噸 就差了10 9 20倍 所以他刻意凸顯 他們很大 我們很小 值得萬味 人家可以用無人機直接拍你 那我們有相關的設備沒有 所以基本上 如果單就海巡對海巡來講 我們在那邊是絕對劣勢 請問一下以後 以後我們要怎麼執法 因為他以後這個所謂的護娛行動 可能變成常態化持久化 請問我們怎麼去面對 這樣一個惡劣的局勢 所以對我們來說 當然如果能夠趕快 雙方做下來協商 然後能夠重新把這件案子了結 這是最好的事情 但是我說真的 我認為已經不太可能了 因為很簡單 我一開始我也跟亮哥一樣 我想說就算官方上 可能你沒有辦法接受 至少大陸那邊派了公正 民間人士來一起來勘驗 不管是遺體也好 或是整個事故傳之做建設 可是我覺得民進黨不會同意 不會同意 我認為他不會同意 他不會讓對方參與 對 他不會讓你參與 因為這個東西就是這樣 因為他一直要去凸顯 他堅守了自己的主權 那你如果要去凸顯這個的話 那抱歉我認為這個 大概就沒得談 那沒得談接下來怎麼辦 接下來人家就是開始 撲撲金逼 我覺得他以後 福建金門這邊會常態化 馬祖那邊也會常態化 甚至澎湖也會來 然後人家的船頭比你大很多 而且數量又比你多很多 我們怎麼去面對這個局面 那至於說夏立妍 我老實講 我認為夏立妍去 不會有什麼幫助 因為夏立妍對 他可能去撫慰一下家屬或幹嘛 但是人家要的 現在不是這個 那夏立妍本身 你是國民黨副主席 你也不是執政黨 所以你也沒有辦法代表政府講話 所以在這種狀況下 善意 夏立妍一直都可以釋出善意 可是你要解決這個問題 我認為目前是無解 那在無解的狀況下 現在大概只有一個 比較有可能的機會 就是美國會不會去施壓 因為現在演變成這種態勢 美國應該不樂見這個狀況發生 那美國的壓力可不可以大到 讓民進黨做出讓步 但我也覺得很難 因為他們的調子 已經拉在這裡的時候 他們現在 你知道現在獨派 那些基本交易派是群情激憤 認為如果一旦認錯道歉就完了 他們現在想法就是這樣子 認為絕對不能道歉 所以在這種狀況下 我覺得就大概就是梅德坦了 那梅德坦的結果就是 我們的生存空間進一步被壓縮了 以後在金門在馬祖 甚至在澎湖 我們就是常態被壓縮 那台灣的生存空間又少一點 所以我看有社論講的很正確 我們現在就是割地賠款 被強迫割地賠款 而且我們的政府 完全沒有辦法束手無策 那這就是我們面臨的現狀 可是萬一我們真的有錯 實質被取消了管制限 可是我們不承認 我們不承認就裝傻 就跟海峽中線消失了 我們也不承認 可是實際上我們已經被壓縮到 24海裡 對 所以你剛剛講那些獨派 就是很強硬 那也是對內強硬而已 就是在嘴上強硬而已 實際上我們一點都不強硬 請獨派去協助捕魚吧 去護魚 只能這樣了 而且我也覺得很奇怪 如果假設我們真的有錯的話 為什麼不能道歉 為什麼不能 這個太奇特了 來 請教這個艦長 有錯當然一定要道歉 剛剛正亮老師說 如何現在拿舉出物證來 然後呈現事實的真相 但是現在我們所看到的困境 也就是說 沒有辦法用科技來證明 也就是攝影機船上沒有 然後密錄器沒帶 那怎麼辦 其實有方法的 什麼方法 我們來看 海巡署他在當天的記者會裡面 他特別講出 那個12點47分時雷達爭貨 也就是海巡署的雷達爭貨 海巡署的雷達爭貨 他有沒有錄影 他有沒有錄影 我們這樣講 海巡署的雷達不一定有 但是國防部的有怎麼說 這個在大選之前 那個出了這麼一個新聞 也就是海巡署的一個雷達操作所 加專業加級加了3000塊 可是這邊講了 海巡署近岸雷達情資 透過連線勤傳海軍連城系統 什麼是連城系統 連城系統就是以前的大城系統 大城系統它是有記錄的 而且它可以回放 意思是什麼 也就是它可以回放出 當初所看這一艘巡防艇 以及這一艘大陸的快艇 他們之間的航機到底是怎麼樣 所以現在 願不願意拿出來而已 我們看到現在民進黨政府 就像擠牙膏一樣 一點一點擠 一點一點拿 而且其實也沒有一點點拿 他根本就不承認有那個 他就很基本上 如果說對我們有利 為什麼不能拿出來 如果有這個回放系統的話 這個問題是不是對我們有利 就是一個大哉問 就是現在如果說我們 光從這個外觀來看的話 它不是海巡署第一天 不是 海巡署第一天的新聞稿講的 就是防堵 因為我個人有做過這個驅離 以及防堵 你就是在人家的 靠台灣的這一面 或者靠金門的這一面 擋它 你怎麼會 那個直接把它撞成 應該是讓人家來撞我 我來擋 對不對 怎麼會最後我把它撞成 這沒有可能的事 而且現在有另外一種說法 是他們已經停機了 這一艘快艇已經停機了 為什麼還撞成 這個就是 現在大家都說不清楚的 至於說 我們現在所看到的這些照片 剛剛講到說 有中國海警2202這一艘船 這艘船當然現在沒有武裝 就是有武裝 沒有飛彈 它其實就是一個當初053H2的 這一種飛彈護衛艦 這個它是我們講到說 它是2250噸 但是這下面還有一個14608 14608它的噸位是1500噸 但是我們剛剛講到說 不僅是海警 海間 魚鎮 現在連交通運輸部 救助打撈局都來了 怎麼說 我們看到這是大膽 這是二膽 這是東海舊113 它現在的位置在這兒 然後這是北竿 這是南竿 也就是馬祖的部分 它的東海舊115 現在也在這裡 也就是現在他們的所有的 公部門的船 幾乎都在 都在金門跟馬祖附近海面 而且烏丘也去過 所以如果我們不想清楚 好好的坐下來談 以後完全被沒收 而且沒有辦法解決 那個我們既然都已經說 貨不隸屬了 我們又怎麼樣使用所謂的 叫做兩岸人民 那個兩岸人民的條例裡面 所講到的 有關於禁制水域跟限制水域 所以這件事情已經走到盡頭了 如果沒有一方能夠低頭的話 那就是一定會造成一種破壞 那最後影響最大的 也就是外島的這一些民眾 歡迎收看新聞大白話 我是主持人翟軒 馬上歡迎一下這個階段 加入我們討論來賓 耶魯政治學博士郭正亮 大家平安 錢大使見文集 翟軒好 各位朋友大家好 國際事務專家賴岳謙 主持人好 各位朋友 好 好 我們來看看現在 目前中國大陸這邊 有釋放一個新的影片 那是也展現出來 對於台灣的一個喊話 我們來聽聽看 高警長 發見機事PC1東東三腰團 方位324 距離55列 航票共識單 防護8點 P.C.1東東三腰團 我是中國海警兩兩東兩件 請通報你船的出發港 護地港 來扯海域的目的 P.C.1年3月 我是中國海警 22年2 請通報你昨年出了港 目的港 通過這片下的目的 好 我們可以看到 它是用中文跟閩南語 雙聲帶來對我們喊話 所以這個是大陸 等於說首度公布常態巡查的影片 它其實這一個2202號艦 是排水量超過2000噸的 原本是中國大陸海軍053型的 飛彈護衛艦 它這次用閩南語雙聲道 對台灣等於說 有一種施壓的一個意思 我們看看它其實 移交給海警之後 仍然保留四門雙連裝的 37毫米的艦砲 火力非常的強大 艦上也有一些空間 來起降直久艦載直升機的 一些地方 所以它是有它的物力存在的 中國大陸宣傳海警船巡查 巡查金門 現在也上了熱搜 我們看自由時報就趕快 好像要來吐槽大陸 它就說 很多中國的網友吐槽 自欺欺人士的巡查 之前被俄羅斯驅逐 怎麼沒有護航 整天韓維護有效嗎 就直接打過去了 別在這邊整一些沒用的 所以我們綠媒化的重點 好像都是要用大陸民眾網民的一些部分留言 然後來做反酸 甚至在網路上面 也就是微博上頭 他們也現在轉發了一篇影片 就是《94要新聞》裡頭 李政浩講話講得非常的嗆 因為版權問題 我們就截取他講的話 他就說 這個開槍 擊毀都可以 他說海刑署哪有執法過當 他說依法來說 撞他 開槍 用炮 擊毀都是可以的 在禁制水域進來就是這個樣子 我們執法沒有過當 講得非常的嗆 所以也引發了很多大陸網友 在微博上面就是怒罵 就說好啊 那就怕你是打嘴炮 趕緊開火 甚至還有人講說 快點吧 朝我開炮吧 我等到花兒都謝了 有些人說 這就是有理由可以來 就是進一步武力升級了 所以這一番話 可能在這種時刻 還是這一類的話 可能要謹慎的來說 而不是這個 真的是嘴上風光而已 那再來我們看到 網路上面 就是微博上面 也有一些新的 最新的畫面 就是我們的海巡署 跟這個中國大陸的海警船 隔著這個靜置海域線 這樣子 有點好像對峙的 這樣一個情形 剛剛我還看到 我觀眾留言說 怎麼不敢把這個 大陸海警進來的這種畫面 放上來呢 你們有受到什麼壓力嗎 我要跟大家說 沒有 因為前兩天我們放過了 這是最新好嗎 不要現在就是無線上綱 這是最新的 我們之前兩天就有放說 中國海警已經 進來這個靜置水域了 再來還有這樣的一個畫面 就是有上百架解放軍的軍機 在台灣周邊訓練 密密麻麻的 這樣出現的這樣子的畫面 所以看起來 現在的確 這個我們現在兩岸的態勢 感覺上面好像 沒有辦法降溫 現在已經很難踩煞車了 但是我們來看看 李正浩剛剛那一番話 因為他也是被賴清德 清點是民主大聯盟的重要成員 現在人家講說 這個政府會認真採納他的建議嗎 還是說他代表到底是什麼樣的 一個立場 那再來我們看一下 現在官方的 這個雙方的談判 好像一直協商沒有結果 解剖屍體 解剖遺體 現在暫時延後 因為陸方的代表跟愚公的家屬 在2月25號 也就是昨天 持續跟海巡署的官員協商 仍然沒有具體的結果 所以原本是定在 這個今天下午就是26號下午 要解剖遺體的行程 現在也要延期了 那第七次協商 是歷時一個小時結束 那海巡署的副署長是講說 就是會前他講說是審慎樂觀 那會後是講說看起來都不錯 但是不知道是不是因為太過緊張 這個講完說看起來不錯 結果上錯巴士 跑到陸方的巴士這樣登上去 就被這個中國時報 還特別這個標註出來 所以看起來現在想要緩和 恐怕還是得要這個國民黨出來吧 夏立妍現在啟程要去到 中國大陸這一邊去 但是現在他的這一個角色 其實好像在中國大陸這一邊 過去他也有講過一些爭議的言論 到底能夠真的有緩和的作用嗎 不得而知 但是我們看到 吳思瑤有講 他說夏立妍每次都挑敏感時機 到中國大陸 到底是為什麼 有劇本嗎 還是去當船聲筒呢 所以好像這個夏立妍想要扮演緩和角色 民進黨還要出來酸 還要出來黑他 那我們看到美國的二手貨說 在這個時間點也要來武裝台灣 他說要援助台灣八萬套的戰鬥各裝 這個是屬於美國的陸軍廚藝二手裝備 他們其實在2023年度的國防授權法裡面 對台灣提供無償的軍援 那現在目前已經接受了八萬套的配備 那看起來呢 這個配備是美軍2019年開始 因為更換裝備 而這個角褲的舊式裝備 適用於哪裡呢 這就重點了 城鎮戰 森林戰 就是他是不是現在又要開始武裝台灣了呢 在兵凶站圍的時候 他是叫我們開始自己武裝起來 那所以這八萬套的戰鬥各裝 何時會配發 那是給什麼部隊使用 會不會用在台澎金馬 國防部都不願回應 所以我們看PTT網友怎麼說 知道美國議員這麼喜歡來台的原因了吧 那烏克蘭拿新裝備 我們拿二手 慘啊 那這是大家的一種感受 那我們先來問一下亮哥 亮哥怎麼看大陸海警連日的施壓 沒有這個海巡署有沒有執法適當 那就請海巡署說明大陸那個船做了什麼事 他為什麼不敢公布呢 就是什麼樣的行為你要扣船 事實上許曉星已經公布資料 去年2023年 我們的海巡署 而且是管壁林任內 只扣了13艘船 那驅離的有一千多艦 那請問這13艘船是做了什麼事嗎 我們才有一個標準來判斷對不對 那這一艘是不是做了什麼驚人的事情 讓你要追逐成這個樣子 因為如果中間那個空白的30幾分鐘 屬實 他追逐的時間還真長 我甚至懷疑他是不是 已經逃出執法線 然後你又把他追回來 為什麼 因為這個就是國際海洋法的緊追權 他一定要做某些事情 你才可以這樣做 因為最後他那個點是距離管制線 只有0.86海里 那追的時間那麼長 請問他做了什麼事 海巡署到現在都不講 你不講到人家怎麼判斷 你是不是合理 對不對 所以李正浩也不用講這種事 如果大陸的漁船朝海巡船撞過來 你當然可以開槍 那你影片秀給我看 請問對方做了什麼事 所以我覺得是這樣 現在你就是 像昨天就卡在說 大陸希望把船隻 遺體 說可不可以帶回大陸 那我們這邊也反對 那你如果反對 那你是不是可以讓兩岸一起來撿 對遺體的解剖 撕檢的部分 還有船隻碰撞的分析 是不是兩岸一起來做 因為我們這次台中跟中央 有關那一包肉的爭議 不就是這樣解決的嗎 就是中央食藥署跟台中市政府一起驗 現在中國大陸就不相信 讓你單獨驗你會公正 你接下來要做了 大家都知道驗屍報告 到底這個人生前有沒有被撞傷 甚至槍傷 為什麼會有人這樣講 因為你也沒有槍隻的檢驗報告 比如說你的海巡船上面有槍 請問你回來之後子彈有沒有減少 槍隻有沒有發射過 我們都沒有看到報告 也沒有看到你海巡船的雷達航機圖 你只敢公布 海巡船自己畫的示意圖 你為什麼不敢公布雷達的航機圖 這個才叫科學數據 我跟你講如果都沒有物證 現在大陸就是都沒有看到物證 他只有被你帶去看那艘船 可是那個船他就拍照 葬梁 看到上面有東西被撞到 昨天那個照片已經出來了 所以請陳建仁院長 你可以收回去你那句話 是不是碰撞還不知道 我不知道你這個行政院長怎麼幹 你跟海巡船打個電話都不行 海巡船早就知道有沒有碰撞了 就看你這種破完破摔的行政院 因為你知道你不會續任 你就亂搞一通 事實上我跟你講現在卡在哪裡 因為陸委會在2月18號的新聞稿 已經確定他的立場 就是兩岸互不隸屬 所以只要不能夠確定我方的治權 談判都不會有結果 你看福建的泉州台辦的副主任來台灣 我們第一件事要他做什麼 遣返聲明 要他簽制 他就是要落實管轄權 說你看對方承認我有管轄權 對方拒絕簽制 這是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就是大陸那邊說 你要做看你是不是執法過當 我們這邊的立場就說 你要叫我問我有沒有執法過當 那你先承認你非法越界 目標還是管轄權 我跟你講民進黨就是這樣 他不要交給洪石智慧去談 第一時間陸委會就嚇到當地 主導所有的談判 為什麼 因為他要用這個事件來確定 大陸承認台灣的治權 然後兩岸互不隸屬 他的目的就是政治性的 他哪裡是想要有談判的結果 好 我們來問一下季老師 這件事就是說本來是一件 不能說是小事 人命關天 可是是可以妥善處理 不會如果是意外的話 或者說有人失職的話 那也沒有這麼嚴重 我覺得就是說人命關天 可是處理方式不是把事情 越搞越大 現在這個狀況就是把事情 越搞越大 而且越來越不太合理 對不對 對方這個 你既然說是被我們的海巡船撞翻的 現在海巡署也承認了 你一個屍體不還給人家 屍體你扣在台灣 扣在金門 對不對 然後人家被撞翻的船 你也扣在台灣 這個就有一點點 因為這都是證物 對 證物 那問題就變成說大陸方面發覺 你這個海巡署 或者說你這個蔡英文政府 一再說謊 你沒有誠信 人家還說你這證物是 你是要當作呈堂證供 還是要做湮滅證據 所以這個就變成就是說 已經沒有這個信任度可循了 我看報紙上今天也在說就是說 金門方面 他們一開始說過去這些案件 以前處理類似案件 都是雙方的紅十字會出面解決 事實上都很有經驗 也都後來大部分得到解決 他說可是這個案子一出來的時候 大陸還是派他的紅十字會的人出來 結果這個案子 金門的紅十字會 本來要出面來解決的時候 被陸委會 就強行插入 全部接手 然後說 你看這個報紙上對說 那個 這個 案一開始 金門跟靜江紅十字會 紅會對紅會已經著手協商了 這過去也這樣 但台灣陸委會強勢介入主導 刻意將金門紅十字會排除在外 那麼僅僅表示說 若有需要幫忙的地方 會打電子話 會打電話 結果就死沉大海 就硬生生的把金門的紅十字會 就把它排除出去了 排除出去以後 那談了七次談不成 對 談了七次談不成 那這裡面現在 我覺得就是說以 蔡英文他們政府的立場來講 已經多次這個怎麼講 改口 一開始說什麼 一開始說是高速追逐蛇刑翻覆 然後就開始救人 然後後來發覺是被我們撞 結果是我們的檢察署的檢察官 對外在講 結果後就說是被抽這個高速追逐中 多次碰撞導致翻覆對不對 後來有四個版本出來了 然後最後確認就是說 這個海巡署也不敢說 沒有發生碰撞了 所以這個沒有誠信 然後講說謊 這個公然說謊 那你叫對方怎麼樣來信任你 我們今天站在台灣 我們當然希望我們是 我們的這個海巡署 或者我們政府他有站得住腳的地方 可是我們現在都沒有辦法這樣 替我們替這些 蔡英文政府官員出來講 還有再加上 像這種李正浩之流的對不對 出來居然說 可以開槍可以開砲 請問一下對方既無武裝 也沒有任何的武裝 你對著一艘漁船 你就開槍開砲 世界上很少見 你們說進入我的禁區 我就可以開槍開砲 這簡直是無知 無法無天到底 我不知道怎麼會有這種人 會講這麼離譜的話 你對無武裝的人 可以隨便開槍開砲 這可以開玩笑 好 我們來問賴老師 賴欣德以民進黨的黨主席的身分 有強調說要妥善處理 但是很明顯的 現在在位置上的 不管是蔡英文 或者是陳建仁 或者是民進黨的立委 或者是民進黨的智庫 例如說跟國防有關的 我剛剛看到舒子雲等 他們還在強調 說我們的海巡署的船艦 也很有力量 2000噸 4000噸 誰怕誰 好像就是說誰可以壓誰這樣子 對 他剛剛施子雲 講的一種吹噓 我們看到也就是說 全部都在跟賴欣德暢反調 賴欣德一直強調說要妥善處理 而且他最後有一句話說 以後不要再有類似事情發生 講得這麼的明白 以後不要再有類似的事情發生 我們都知道撞到人家船的 有插撞的 撞到船的翻了死人了 這個跟我們的海巡署是有關係的 那欣德已經講了 不要再有這種事情發生 可是你看 目前在位置上的這些人 完全在違反那欣德的意志 跟他的態度 都在做什麼呢 都在做一種政治操作 什麼政治操作呢 他們在努力要做的一點是說 我們沒有九二共識的情形 的前提下 兩岸之間 一樣可以有政治對話 有官方文件相互承認 這樣的一種做法 這個政治動機其實看得很清楚 藉由這個事件 把它操作政治動機 那你把對方當傻子 把大陸當作傻子 所以大陸不會上當的情形下 那就一直談不攏 一直談崩 談到現在 民進黨還是堅持要搞政治操作 那當然大陸的民眾的憤怒 會一直升高 大陸的這些官方的政府的憤怒 也一直在升高 在這個升高裡面 你就看到民進黨的這些人 開始上上下下 不管是過去的 或是一些立委 或者是剛剛講的李征浩 這些人是無知無事 由於他的無知無事 所以他就不知輕重 不知輕重 然後在那邊說 你可以開槍 可以打 你看現在這樣子 一種有意的故意去激怒對方 我就一直在升高 事態 對於台灣沒有任何好處 為什麼 今天大陸的執法 目前來講常態性的執法 福建省海警局說在京夏地區 你在升高京夏馬祖 在升高澎湖地區 東沙群島地區 在升高台海四周 全部都涵蓋在內 也就是說如果未來 大陸的海警船直接進入我們的海域 說我們沒有所謂的中線 也沒有你的所謂的領海基線 那麼這個海域都是屬於中國的 海警船過來執法了 後面背後的就是軍艦 這個時候怎麼辦 一直升高的時候 那怎麼處理 你民進黨有什麼本事 你就趕快拿出來 好我們先休息一下廣州忙回來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